末世基督座谈祭要 实行真理顺服神才能达到性情变化 再说说第三种人 不信派 不信派对神总是半信半疑 这种人听完神的话心里也承认 这个道对是神道成肉身说的话 这个教会是好人多是好地方 在这里没有欺压人残害人的事 没有眼泪没有痛苦 简直就是个安乐窝避难所 这些人来自天南地北各国各方 都挺和善的 都能敞开新交通和睦相处 都是好人 上面讲的道也都是好道 充满正能量 神的话都是真理 是正面事物 听了这些道 心灵里挺得滋润 挺得益处 人都活在神面前 有安慰 有享受 有快乐 有一种活在人间乐园的感觉 要是在神家能成为人才 做出贡献 那就更好了 他把这些神的话 这些讲道 当成名人伟人的 一些正面的理论 学说 好的道理 那他实不实行 不实行 他为什么不实行 他实行这些真理有难度 那得受苦付代价呀 他认为这些话 会说会讲就行了 没必要实行 信神不用太求真 就像在宗教里一样 信神就是业余的事 出点力 聚个会就可以了 他不能把神的话 完全真实地接受过来 还能对神的话产生观念 比如神说做诚实人 就是一事一二事二 绝对不能撒谎 他就通不过 他觉得 不撒谎还叫人吗 跟谁都敞开 不留心眼 完全顺服神 那不是傻吗 他认为那么做傻 不能那么做人 他虽然承认神的话 是真理 但是要求他 按神的话去实行 在他那儿就通不过 所以 这类人对待神的话 就是敷衍的态度 只承认神的话都对 是真理 但就是不接受 不实行 当神家需要人出力的时候 他也愿意出力 但他出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得福气 多享受点神的恩典 如果真有机会能进天国 那就捡到大便宜了 他有这样一个期盼 有这么点信念 但他对待真理 对待神话的态度是什么 真理神的话对他来说 好像可有可无 就是他业余研究的对象 是为了消磨时间 打发时间 他根本就不把神的话 当成真理 当成生命 这是什么人 这就是不信派 不信派不承认真理 能洁净人拯救人 也不懂得真理生命 是怎么回事 对信神与蒙拯救的事 对人犯罪的本性 该怎么解决这些事 似懂非懂 不感兴趣 他说 人都不是活在真空里 人活着就得吃饭 跟动物没什么区别 人就是高级动物 就得为生存活着 他对真理就是不感兴趣 所以不管信神多少年 听多少道 对神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理 也说不清楚 对信神能不能蒙拯救 以后的结局归宿 到底是什么 这些都不清楚 这得糊涂到什么地步 他对神怎样做工 拯救人 不感兴趣 对人接受审判刑罚 达到蒙拯救 不感兴趣 对人如何能进入真理实际 达到顺服神 不感兴趣 更细节的 对于怎么做诚实人 怎么尽本分等等 这些都不感兴趣 尤其讲到 人得绝对顺服神 他就更反感了 觉得 人要是总顺服神 那人长脑袋做什么呢 人总顺服神 就成奴隶了 不信派的观点就出来了 他认为 人顺服神 那是多余的事 是屈尊的事 是有失尊严的事 神不应该那么要求人 人也不应该那么接受 对有些道 比如让人得恩典 让人做好事 有好行为 他勉强能接受 对于彼得被成全 接受数百次试炼 他就想不通了 他认为 那不是玩弄人 折腾人吗 神主宰一切不假 但也不能那样对待人啊 他不把神的做工 当作真理接受 他把神拯救人的这种方式 看成是像奴隶主 对待奴隶一样 想怎么对待 他这么对号 这样的人能明白真理吗 不能 这样的人在教会里有没有 有 他会不会自己离开教会 不会 他为什么不离开呢 他抱着一种侥幸心理 外面的世界挺黑暗 还挺邪恶 在外面混也不容易 在哪混不是混呢 就在教会里混吧 还能享受神的恩典 我也没吃什么亏 这里有吃有喝 这里的人也不错 也没有人欺负我 再说 人尽本分花费付代价 还蒙神祝福呢 这买卖不亏本呢 他思来想去 觉得留在教会职 如果哪天他觉得不职了 没力可图了 就感觉信神没意思了 就想离开教会 他认为 反正我也没吃什么亏 我也不是全心全意地付出 我有技术 懂业务 我有文凭 我到世上照样混 混个万贯家产 混个官当当 那多美呀 他是这个观点 神所说的话 神发表的真理 在这类人眼中 甚至连一个总统演讲的价值都不如 他们就这样藐视神的话 这样的人 带着这种观点来信神 也带着这种观点 心甘情愿地来效力 齐身在神家 甚至在神家混日子 也不愿离开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抱一线希望 万一神宽容怜悯我 允许我进国度了 我的理想可就实现了 如果进不去国度 我也享受了不少神的恩典 也没有吃亏 他们带着这种观望的观点来信神 能不能接受真理 能不能实行出真理 能不能把神当造物主敬拜 他们有这样的观点 里面能产生哪些情形 常常对神埋怨误解 神做一件事 他就评价探讨 研究一番 然后下个结论 这不太像神做的了 但愿不是神做的 他心里带着 抵触研究 评判观望 这能不能说是悖逆 这就不是正常人的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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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人 不信派 不信派的表现是什么 与神敌对 对于信神的人流露败坏性情 有时候不能顺服 神说这是悖逆性情 有悖逆的实质 那对于不信的人呢 对撒旦 神会说撒旦悖逆吗 不会 那神会怎么说 神说这是仇敌 是神的对立面 完全是跟神对抗 不信派对待神的态度 是带着研究观望 还有抵触 埋怨 对抗 仇恨 你越交通真理 越交通顺服神 他越厌烦 你越交通 怎么接受神的刑法审判 对付修理 能达到蒙拯救 被成全 他越厌烦 丝毫不听 听到交通这些 他就坐不住了 如坐针毡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烦躁不安 要是让他上舞厅酒吧 他不烦躁 他高兴 他觉得在那里待着 逍遥快活 如果能那样活着就太值了 总听真理 他觉得烦 不愿意听 他连听都不愿意听 他能接受吗 绝对不能 他里面带着消极 抵触 仇恨的情形 总是研究观望 他研究什么呢 他总研究神的话 这就不是身量小的事了 他是个不信派 是恶者 这类人是始终站在神的对立面 研究观望 抵触 丝毫不接受真理 他认为 凡是真心为神花费的人 都是傻瓜 凡是追求真理 实行真理的人 都是傻瓜 把家也撇了 亲人也照顾不上了 就一个心眼信神 信来信去都信穷了 让人看不起 看外邦人穿得多时尚 你们穿的是什么呀 我就不像你们那么傻 我得留一手 先追求肉体享受再说 这才现实 这就是不信派的嘴脸 神贤县做工开始起步的时候 跟随的人数少 顶多上万人左右 尽本分的人也只是上千人 后来福音工作开始扩展了 工作有成果了 尽本分的人就逐渐多了 有些人看见能出头露面了 能展现个人才华了 也跟着来尽本分了 我说 奇怪了 神家工作都扩展开了 出来尽本分的人 怎么多了这么多呢 这些人那些年在哪儿藏着呢 其实人家早就打算好了 神家的工作要是扩展开了 我就来 要是做不成 我才不来呢 我才不给你出力呢 这是什么人呢 这是投机派 投机派都是不信派 他是凑热闹来了 神家工作 外表看是人在做 但实际上 一切都是神在带领 神在引导 是圣灵在做 这是确定无疑的 神自己做自己的工作 神的旨意得以畅通 不是哪个人 能做这么大的工作 人做不到 这都是神话语的权柄 神的权柄达到的果效 人就看不透这一点 人认为 神家的势力壮大了 也有我一份 到时候功劳布上 别忘了写上我 这是什么人 用外邦人的话说 就是用心合其独也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这些人用心险恶呀 当然 人要是能接受真理 刚开始有这些存心观点 或者人的信心太小 神不纪念 揭露人的这些观点 态度 无非就是想让人走正确的人生道路 走上信神正轨 别观望 别研究 神不是你研究出来的 不是你用望远镜观察出来的 神的存在 神做拯救工作 不是你用任何的根据研究出来的结果 这就是事实 不管有没有人承认 有没有人相信 有没有人跟随 神做这么大工作的事实 摆在那儿了 都看得见摸得着 神要做成的事 是没有一个人能拦阻 没有一个人能改变的 任何势力也拦阻不了 这是神做成的事实 刚才说到第三类人 不信派 这类人信神 就是观望 投机 研究 如果一点得福希望也没有了 就该逃跑了 为自己预备后路了 这种人 如果现在开始反省自己 有懊悔的心 还来得及 只要没到死期 就还有一线希望 如果死不悔改 还要继续观望 一直跟神对抗下去 那神肯定会把他当外邦人处理的 扔在灾难中就不管了 按人的实质 人原本就是一把尘土 神给你一口气息 把你变成有血有肉的活人 让你活着 你的生命是从神来的 神在没用你的时候 供应你的痴穿 供应你的一切 当神用你的时候 你却逃之夭夭了 总与神背道而驰 总跟神唱反调 神还能用你吗 神就该把你搁置一边了 不管是起初创世的时候 还是律法时代 恩典时代 直到现在末世 神对人说了很多的话 无论是末世人的 还是直接面对面跟人说的 可以说不计其数 神说这么多话的目的是 是为了什么 就是让人明白 理解神的意思 知道神的心意 知道人得着这些话之后 能达到性情变化 能蒙拯救 能得生命 然后人能接受这些话 神说这么多话 无非就是这个目的 人接受了这些话 接受了神的各种做工方式 最终达到的果效是什么呢 就是人能跟随神走到底 不被神半路淘汰 这就有希望 圣存下来 无论神管教你也好 修理你也好 或者显明你也好 或者神有时候离弃你 给你试炼也好 不管怎么样 神说这些话的心意 神的良苦用心 这个事实 人不能否认吧 所以说 人不应该斤斤计较 总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总误解神 无论你原来 持守什么不对的观点 无论你里面的情形是什么 只要你能接受神的话 做你的生命 做你实行的原则 做你行路的方向目标 你总会一步一步 达到满足神的要求的 怕的就是什么呢 怕的就是 人把神的话 当成道理规条 字句口号 来听来对待 甚至把神的话 当成研究的对象 把神当成研究 对抗的对象 这就麻烦了 这样的人 就不是神拯救的对象了 神没法拯救 不是神不拯救你 是你不接受神的拯救 只能这么说 这也是事实 人能跟随神走到最终 能达到性情变化 最重要的是什么 接受真理 实行真理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追求真理 最关键的实行 实行经历神的话 是最重要的实行 直接关系到 人的生命进入 真心信神的人 不管临到什么事 都得学会 凡事寻求真理 凡事实行真理 这才是经历神的做工 这样经历几年 就能明白真理 进入实际 所以 不管到什么时候 都不能忘了 实行经历神的话 这事 临到事 你心里总得揣摩 在这件事上 我得怎么实行 经历神的话 这件事涉及 哪方面真理 我怎么做 才是实行真理 这就是在追求真理上 下功夫了 这样实行经历几年 你就慢慢 进入信神正轨了 就走上 正确的人生道路了 有方向了 临到什么事 总靠头脑分析 研究 总靠自己的办法 来解决 这条路行不通 你要是按照 这种方式实行 想达到与神相合 达到性情变化 那是不可能的 永远达不到 这个路途不对 你想通过追求 名利地位的办法 达到猛拯救 是徒劳的 有多少人 已经失败跌倒了 有的被定性为 甲带领 有的被定性为 敌基督 都被淘汰了 在教会 追求出人 投地 是没有用的 还是走彼得的路 追求真理 最安全 最保险 现在看清楚 什么最重要了吗 就是接受真理 实行真理 最重要 读神的话 是为揣摩 得着真理 别研究 千万千万 别研究 别有抵触 对抗的情绪 一旦有这样的情形 赶紧醒察解决 你身上这些败坏问题 不断得到解决 情形越来越好 败坏流露越来越少 最终会产生一个成果 就是与神的关系 越来越正常 越来越有敬畏神的心了 心离神越来越近了 尽本分的果效 也越来越好 对神的爱 对神的信心 也越来越大 这就证实 你把神的话 吃到心里去了 神的话 在你心里扎根了 最终 你会看到一个结果 你说 通过不断地反省自己 解决败坏流露 才没酿成 不可收拾的后果 我心里 懊悔恨恶自己 充当了撒旦的差异 多亏神拯救了我 让我迷途知返 能接受真理 能顺服神 我不再担心 我能否蒙拯救了 也不再担心 以后可能 被清除淘汰了 我现在有把握确定 我是蒙神拯救的对象 我走的路对 我信的是真神 是造物的主 我没有任何的疑惑 这时 你才把神信到心里了 凡事都能依靠神了 你就真的进入避难所了 你再也不用担心 自己是不是效力者 会不会死在灾难中了 这是心里才充满平安喜乐 人有这些担心 是怎么造成的 就是因为 对神的做工太不认识了 明白的真理太少了 对神还有观念误解 因为你没有在神的话中 明白神的心意 没读懂神的心意 所以你就总误解神 总有误解 你就总担心 总不踏实 有时就有抵触情绪 慢慢的大错不犯 小错不断 哪天突然出一个大错 就真的被淘汰了 犯下大错就不是小事了 有些人被淘汰了 或者被清除开除了 或者一点圣灵做工都没有 这是不是有根源的 绝对有根源 这里有一个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有的人选择走彼得的路 就是追求真理的路 有的人选择走保罗的路 就是追求得冠冕 得赏赐的路 这两条道路 实质是不一样的 后果结局也是不一样的 那些被淘汰的人 他们始终不走追求真理 实行真理的道路 始终背离这条道路 就做自己要做的事 按着自己的欲望野心去做 维护自己的地位 名誉 脸面 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些 虽然他们也付代价了 也花费了时间精力 也起早费黑 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因为他所做的这些事 在神眼中被定为恶 结果被淘汰了 那他们还有蒙拯救的机会吗 没有 这后果太严重了 就像人生病一样 小病不及时治疗 就会变成大病 甚至变成绝症 比如人得了感冒咳嗽 如果正常治疗很快就好了 但有些人觉得自己身强力壮 就不当回事 也不治疗 拖得时间长了 结果成肺炎了 得肺炎之后 他还是觉得自己年轻有抵抗力 拖几个月也不治 天天咳嗽也不在意 等咳嗽得止不住了 受不了了 咳血了 到医院一检查 成肺结核了 别人劝他赶紧治疗 他仍觉得自己年轻力壮 不用担心 也不好好治疗 到最后 有一天身体实在不行 走不动路了 到医院一检查 已经是癌症晚期了 人有败坏性情不解决 也会带来不可救药的后果 人有败坏性情不可怕 必须得寻求真理及时解决 败坏性情 败坏性情才能逐步得着洁净 如果不注重解决败坏性情 那么败坏性情就会越来越严重 有可能就触犯神 抵挡神 就被神厌弃淘汰了 有些人本性实质就是敌基督 就像保罗那一类人 他们总注重得福 得冠冕 得赏赐 跟神搞交易 总想做带领 做使徒 控制神选民 结果让神厌弃 他们走的就是抵挡神的路 就是错误的道路 有些人不喜爱真理 明知追求名利 地位 利益 是不对的 但还是选择了错误的道路 神苦口婆心 用心良苦 对神选民百般的安慰 劝勉 提示 警告 激怒 对付 责备 话说了许多 人就是不当回事 当耳旁风 就不实行 照样按着自己的存心欲望 维护自己的地位 脸面虚荣 处处为自己的利益图谋 处处为自己的脸面前途 打算做事 绞尽脑汁 不惜一切代价 心里还觉得 我为神花费 有荣耀的冠冕 为我存留 保罗的话都说出来了 其实他不知道自己所走的是什么道路 被神定罪了还不知道 到最终有一天酿成大祸了 他能知道悔改吗 那时候他还对抗呢 说 我劳苦功高 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 没有苦劳还有疲劳呢 他做的那些事 一文钱都不值 那是善行吗 是尽本分吗 是实行真理吗 那是在搞自己的精英 在这期间 他装备了很多高深莫测的字句道理 能说能讲 能跑路花费 但就是不做任何实际工作 把周围的人笼络得挺好 大家都围着他转 他已经战山为王了 心里没有一点神的地位 这是不是作恶 一点真理也不实行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那就不言而喻了 这种情况 他还想要冠冕 脸皮得有多厚 这叫厚颜无耻 为什么这类人到最后被淘汰了 还能讲理 他打岔搅扰教会工作 作恶多端 为什么还能跟神讲理 还阵阵有词 他能这样抵挡神 是什么问题 你们说他这么做 有没有理性 有没有良心理智 正常的人听了这么多神的话 不管神怎么对待他 合不合他的观念 他起码得承认 神的话是真理 都是对的 即使有一句话 不合人的观念 也不应该论断神 应该有顺服的心才对 人如果能承认 神的话是真理 能顺服在神面前 这是不是把神 当神带了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时 对神产生点观念误解 是不是就容易 寻求真理解决了 关键是 人得承认神的说话做工 这是前提条件 像保罗那样的 不信派狄基督 为什么还能跟神对立呢 没有把神当神带 根源就在这儿呢 不管他多么能说会道 做工跑路多起劲 也不管他受多少苦 付多大代价 他从始至终 都没把神的话当真理 那他能明白真理吗 不能 所以 当神这么处理他的时候 他有想法 那么处理他的时候 他也不服 他丝毫不具备 受造之物该有的理智 这就证实了一个事实 他从来没有接受过真理 如果这些年 他能够把神的话 当真理接受 能够实行神的话 能够听神的话 他不至于这么嚣张 对抗 不会对抗神的安排 对抗神对他的处理 不会有这样的情绪 顶多心情有点不太舒服 不太畅快 败坏人类都有正常的软弱 但是起码得守住几个底线 首先不能放弃尽本分 无论什么时候 神交代给我的任务 不管我做得好不好 我得尽上全力 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即使神不喜欢我了 或者看不上我了 但交代给我的任务 起码我得接过来 把它做好 这是理智 本分不能放弃 另外不能否认神 不管神怎么对待我 处理我 或者弟兄姊妹 怎么排斥我 揭露我 或者大家都弃绝我 但神在我心里的地位不变 我该占的人的地位也不变 神永远是我的神 神的实质 神的身份不变 我永远承认 祂是我的神 这个理智也得有 还有什么 不管神怎样对待责罚都要顺服 这是起码的 这个最基本的底线也得有 你说 你说 我不理解神的心意 也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么做 觉得有点委屈 我自己也有点理 但是我不讲 因为我是一个受造之物 理当顺服神 这是受造之物的本分 虽然现在我不明白 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实行 我没有前途命运了 我得不着福了 我还不信了呢 这样的人对神 有真实的信吗 他和神的关系都不正常 是抵触 是对立 这种性情 就是撒旦 抵挡神的性情 他还能承认 神是他的神吗 他可能心里还说 是神怎么不爱我呢 是神怎么不重用我呢 我看就是人 这个世界哪有神 你们都是傻子 神在哪儿呢 在人心里 我信他就存在 我要是不信 他就不存在 他就不是神 观点暴露出来了吧 这些年 听了那么多神的话 他要是接受进去了 能产生这样的观点吗 更严重的 他会怎么做 该煽动了 该做事了 你还信呢 你怎么那么傻呢 不是早就说 灾难要来吗 什么时候来了 神不是说 要毁灭世界吗 哪儿毁灭了 傻瓜 你吃大亏了 你别信了 信什么信 你看我多聪明 我一个月挣好几千元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你看看 现在世上流行什么 我穿的是什么 全是名牌 他就该勾引人 迷惑人了 把一些人勾引得神魂颠倒 这是不是恶者混进神家 搅扰教会呀 这样的人尽本分 是什么态度 让我尽本分 得看我心情 我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不做 不用尽心尽力 这也不是给自己办事 这是给教会办事 也看不见神在哪儿 神是否纪念 我都不知道 还尽心尽力尽意 有什么用啊 我说点话 糊弄糊弄就不错了 他是这个观点 他觉得尽本分 尽力尽心 尽意是傻不值 你们现在 要是遇到这样的人 能不能受迷惑 受影响 如果是没有根基的 不明白真理的人 肯定得受迷惑 受影响 时间长了 就受亏损了 信神 吃喝神的话 是为达到什么目的 关键解决什么问题 必须得清楚 如果信神几年 始终不注重 吃喝神话 不但败坏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 连起码该明白的真理 都不明白 那后果是什么 最容易受迷惑 最容易走弯路 如果不明白真理 也最容易跌倒 临到点事 临到点风吹草动 就不容易站立住 所以多读神的话 多交通真理 对人最有益处 圣经里有句神话很重要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这话给人一个什么提示呢 神的话不废去指什么 真理 神的话到什么时候都是真理 这是不变的 无论是这话 对人类的价值与意义 还是这话的内涵实情 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变 都还是这句话的原话 不会变成其他的 它的实质不会改变 比如 神让人做诚实人 这话是真理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废去 为什么不能废去 从神要求人做诚实人 就看到神的实质 信实这一面 神的这个实质 是从亘古到永远 一直有的 不会因着时代 地理空间的改变而改变 神的实质 是永远存在的 神的实质 永远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是正面事物 是造物的主具备的实质 永远不会废去 永远是真理 你如果把造物主 所发表的这些真理 都精力实化到你里面 把这些真理都实行出来 都活出来 你是不是就能活得 有人样了 你活着 是不是就有价值了 那你还能被撇弃吗 把神所赐的真理都经历出来 活出来 这是不是你的活路 只有这一条路 能使人类胜存下来 如果人不能接受真理 不走追求真理这条路 最终都得被废去 最终都得被废去 被毁灭 也许你说 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但你如果没有得着真理 早晚都得被淘汰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这句话的意义太深了 对人也是最大的警戒 只有神的话才是真理 只有接受真理才能站立得住 就是你吃喝了神的话 实行出神的话 活出点人样了 你这个人就不会被淘汰 神话的价值在这儿呢 那神的话 是不是能做人的生命 这个生命指什么 就是你能活着了 你被救活了 你接受了这些话 明白这些话 按这些话实行 你就成为神眼中的活人了 你如果不是诚实人 而是诡诈人 在神眼中 就是行尸走肉 是死人 就跟万物一样 都要被废去 与神的话 与真理无关的 不管是物质的 非物质的 在神更替时代 更新世界的时候 都得废去 唯独神的话 不废去 只有与神的话 有关的一切事物 不被废去 实行神话 就这么重要 人知道了实行 经历神的话 很重要 还得有实行的路途 这是生命进入的路 心里必须得注重 天天有精力才行 如果你总担心 如果你总担心 没有经历见证 怕有一天被淘汰 这就有问题了 不喜爱真理的人 总也不实行 经历神的话 这不单是没有信心 最主要是受撒旦本性指使的 只想得福 却不喜爱真理 有这存心支配 就没有好结果 那怎么办呢 任由他在里面泛滥 绝对不行 你必须得寻求真理 反省自己 我为什么不实行真理呢 为什么总担心被淘汰呢 这个情形不对呀 我得解决 知道寻求真理解决问题 这是不是进步啊 这就是好事 不知道解决问题的 就是麻木痴呆 悖逆刚硬的人 有的人知道这是问题 他也不解决 他觉得 我这么想不是挺正常吗 我为什么要解决得福存心 这么解决吃亏 这是不是刚硬 有些人麻木 不知道有得福存心 是存心问题 是性情问题 他以为 人性神 有得福存心 不是很正常吗 这不算什么问题 这种思想观点 对不对 如果得福存心 如果得福存心不解决 败坏性情不得洁净 能不能真实顺服神 凭败坏性情活着 能导致什么后果 就像有的人身体不舒服 他知道自己要感冒了 就赶紧找药吃 有的人就麻木 身体里发炎了 他都不知道 总跟人说 他这两天不舒服 他就不知道 这是感冒的前兆 还不当回事 有的人还觉得 感冒就感冒吧 那能怎么样 该喝水也不喝 该吃药也不吃 他就扛着 结果得了感冒 病了几天 耽误不少事 人对待自己 各种不同情形的态度 就跟人对待病的态度 是一样的 有的人小问题 能及时解决 大问题一点不解决 这样拖延下去 败坏性情 一点得不到解决 就没有生命进入了 生命就受亏损了 这是不是愚昧无知啊 太愚昧的人 得不着真理 最终就把生命给断送了 这样信神 绝对达不到蒙神拯救 追求真理 必须得从反省 认识自己开始 不管临到什么事 总得反省 自己里面的情形 有哪些错误的思想观点 有哪些悖逆情形 都得认识到解决掉 过一段时间 再临到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事 又会产生一些 错误的观点 错误的情形 还得寻求真理解决 总这样不断地反省认识自己 不断地解决自己的错误观点 和悖逆情形 人的败坏性情流露的 就越来越少了 实行真理就容易了 这就是生命长大的过程 不管临到什么事 都得寻求真理 不管做什么打算计划 合乎真理的就坚持 不合乎真理的就得取缔 然后能向往正义 往真理上够 往认识神上够 往神的要求上够 这样就能更多地发现 自己的缺欠与败坏流露 就能产生可慕真理的心 这样经历一段时间 就能明白一些真理 对神的信心就越来越大 不具备这样的实行路途 就不叫实行真理 人活在败坏性情里 如果不会省察 没有知觉 只是查看 作没作恶 犯没犯罪就可以了 对败坏性情置之不理 对背逆情形毫不在乎 虽然外表上 没有作恶犯罪 但还是活在败坏性情里 还是活在撒旦权下 这是事实 并不是达到猛拯救的人 人在世上生活几十年 对世上的事能看明白了 就觉得自己很精明 就自以为是 觉得了不起 但在真理面前 败坏人类都是傻子弱智 就像渺小的人类在神面前 永远都是婴儿一样 追求猛拯救 不是简单的事 必须得明白许多真理 非得长到一定身量 人有心智了 还得有合适的环境 逐步地实行真理 人的信心一点一点地 就培养起来了 人对神的疑惑 就越来越少 对神的误解 也越来越少 对神的疑惑误解 越来越少 人的信心就大了 临到事 就能寻求真理了 明白真理也能实行真理了 消极反面的东西 越来越少 积极正面的东西就多了 能实行真理 顺服神的时候就多了 这就具备真理实际了 这是不是长大成人了 心里越来越刚强了 刚强指什么呢 就是人有真实的信心 明白真理会分辨 能依靠神得胜肉体 有圣罪的能力 能站住见证 对神有真实的顺服 能为实行真理 受苦付代价 能忠心尽本分 有追求真理 追求被成全的心智 这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这就能走上 追求真理 被成全的路了 没有任何环境 任何困难 能压倒他 拦阻他跟随神 这才是最蒙神 祝福的人 是神要得着的人 你们现在处在什么情形 有时候 遇到难处有点消极 但是能往上够 努力胜过去 知道自己有难处的时候 能主动去攻克他 这就是身量 知道自己有难处 还不去攻克 不去搭理 带着一种消极情形 被动地应付着尽本分 这是一般的常见的情形 还有最差的 自己是什么人不知道 是什么情形不知道 情形好不好 对不对不知道 是消极还是积极都不知道 这是最麻烦的 这些生命进入的细节问题 他都不知道 从哪开始实行真理 他就更不知道了 只有热心 什么真理也不明白 什么分辨也没有 一点经历见证都讲不出来 这样的人 什么时候才能为神 做出响亮的见证呢 有些人能讲许多字句道理 你若问他 你这是在见证什么 他自己都不知道 还觉得自己尽本分 有忠心 没有应付糊弄 他觉得自己什么都很好 什么都比别人强 别人软弱了 他还劝别人 你怎么软弱呢 爱神呗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软弱呢 这样的人 一看就没什么实际 不懂人生命性情变化的 正常情形过程 就用常说的 什么时候了还软弱 什么时候了还固加 这一套道理来鞭策别人 教育别人 什么实际问题都解决不了 看不透自己的情形 不能真实认识自己 这就是身量又小 最明显的表现 不会实行真理 好守规条 这是身量又小 也想尽好本分 也想把事办好 就是不知道 该守的原则是什么 只会凭自己的喜好做事 这是身量又小 别人讲经历见证 听完不会分辨 自己该得什么益处 该吸取什么教训 说不清楚 这也是身量又小 不会经历实行神的话 不知道什么是高举神 见证神 这都是身量又小 你们现在处于哪个阶段 消极的时候多一些 这种情况更是身量又小 太愚昧无知的人 就是一点身量也没有 非得等明白许多真理 会分辨事了 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消极情形少了 正常情形多了 再能单点重担 带领别人 供应别人 那才是真有身量了 现在就得往真理上够 越够越有长进 不够就不会长进 还容易倒退 信神就靠真理活着 多明白真理就有身量 不明白真理就没有身量 什么时候会寻求真理了 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你的身量就长大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